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 特约记者雄斌采访报道 一线采访身边人凭染疫 北京人不敢出门 中共官方低调称 新冠中共病毒疫情呈现上升趋势 并受中国新年前后反乡潮和反攻潮等因素影响 疫情还将上升 北京市民告诉大纪元记者 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纷纷感染病毒 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病毒 人们不敢出门 特别是小孩 官方 新冠疫情逐步上升 2月4日下午 中共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称 目前中国新冠疫情仍然流行 近期病例报告 少典医院检测阳性率等监测数据小幅增加 提示新冠疫情呈现上升趋势 陈操称 目前 中国本土病例中 JN1变异株已成为优势流行株 随着中国新年前后 人员跨区域流动和聚集性增多等因素影响 预计新冠疫情将逐步上升 专家认为 2月份中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替 或共同流行态势 2月5日 网1号紫薇健康发文说 JN1变异株其实就是新冠的变异株 相比于之前的新型冠状病毒 JN1变异株更具潜伏性和感染性 这警示病毒就在人们身边潜伏 紫薇健康说 咳嗽声依旧弥漫 感冒 发烧 流鼻涕这种症状也在时刻发生 这仿佛是一种被忽视的警示信号 提醒着人们病毒并未远去 它依旧在人们身边潜藏 预防的方法 其实和2019年预防新冠病毒一样 少去人口密集的场所 出门佩戴口罩 北京市民 身边人纷纷感染病毒 北京市民金先生受访时说 自己身边感染病毒的人很多 我爱人现在正发烧感冒呢 吃什么药也不管用啊 我周围的朋友 今天这个发烧了 明天那个发烧了 还经常听朋友说 家里人发烧了等等 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这个比较讨厌 金先生说 感染的人一般都会发烧三四天 然后就是咳嗽 去医院开的药都是普通的药 他不管用啊 没过多长时间又烧起来了 一般是低烧 在38度左右 医生也不说是什么病毒 就说最近流感比较流行 在人多的场合 要戴口罩等 金先生说 去就医的人 如果没有要求拍胸片 医生也不会主动要求 病人去拍片或者拍CT 我有个朋友要求拍了一个胸片 结果就是肺炎 前前后后耗了15天 最近终于恢复了一点 他说 一直不好 浑身没劲 吃什么药也不管用 没办法 北京人不敢出门 哪都不敢去 北京市民王静化名 近日告诉大纪元记者 当前北京感染病毒的人挺多 他说 北京是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明显感觉到地铁的空气不好 坐地铁被传染的机会很大 我坐了几回地铁就感染了病毒 我身边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感冒 我刚好了半个月 然后又感染了 王静说 一周前 他因为工作经常出门 感染了病毒 最近几天我不出门 感觉就好一点了 我今年冬天感染了两次 嗓子疼 浑身没劲 走路都没有劲 跟以往的感冒感觉不太一样 我打过三针科兴新冠疫苗 这几年就经常感冒 身体抵抗力差了 即使好了也不彻底 还会反复 别人也是这样 如果我不出门 不坐地铁 不坐公交 或者不去人多的地方 会好一点 只要去人多的地方 比如宾馆 饭店 公共场合 就很容易感染 我自己哪儿都不敢去了 王静透露 北京人聊天时都说 小孩只要不去上学 留在家里 什么事都没有 只要去上学 肯定马上就感染病毒 就这么快 王静还告诉记者 他的舅舅在去年 二月新冠疫情大爆发期间去世 六十多岁 刚退休就没了 北京网民 两岁孩子在中招 反复发烧 IP属地为 北京的枫叶在北漂2月3日发视频 病毒流感频发 北京三甲医院科牌长队表示 两岁多的孩子最近感染病毒 两周内两次发烧 终究没躲过这波疫情 他说 最近孩子再次中招 午睡醒来脸通红 量体温果然是发烧了 赶紧给孩子吃药 第二天一起床 孩子嗓子哑了 继续给他吃药 到下午孩子咳嗽 有点像喉言的症状 声音像小狗的叫声 在网上看到 喉言如果不及时就医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下午4点多 带孩子去北京三甲医院就医 白天的班 医生已经下班了 挂了小夜班的号 医生说 孩子不是得了喉言 咽血后没大事 我们拿了些药回家了 当晚9点多 孩子又高烧起来 赶紧给他吃了退烧药 半夜2点多 又再次高烧 又给他吃了一次药 天亮了 孩子还是烧到38度多 我们就赶紧带孩子去了区医院 医生让拍个片 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 片子终于出来了 他强调 而客人太多 前面排了好多人 然后我们又等待了两个多小时 中午了 只有一个科室有医生 视频最后 他提醒 最近尽量不要让孩子去人多的地方 避免孩子感染病毒 下面请听大陆新闻 大陆股市在暴跌 股民崩溃 直呼亡国征兆 中国股市继续下跌 2月5日 开盘没多久就迎来 沪深两市超千股跌停 2000多家公司股票 接近跌停的场面 让众多股民崩溃 直呼这是亡国征兆 5日开盘后 A股低开低走 上证指数一度跌至2655.09点 狂跌2.75% 深城指 创业板指 下挫跌于3% 与护指一同均刷新调整低点 护身经三市 超5200支个股下跌 超过1000股跌停 超2600股 跌超9% A股在开盘后大跌 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相关标签包括 警号A股千股跌停 警号警号A股 开盘跌破2700点警号等等 股民纷纷痛心大喊 不玩了中国崩了这个国家 费了国际笑话 有大陆网民透露 A股跌得那么惨 是中共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害的 已经有愤怒的股民 想办法要对付证监会了 还有人感叹 不知要有多少人跳楼 还有网民嘲讽 当权者不在乎 毕竟政府根本不承认股灾 还声称整个国家 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2024年1月份 A股市场经历了剧烈震荡 上证指数累计下跌于6% 深圳城址和创业板的跌幅 分别超过13.7%和16.8% 创自2015年以来的 最大单月跌幅 最近半个月以来 中共证监会四次发生维稳市场 但市场不买账 卖压挥之不去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